这个鱼呢 我只吃自己钓的 老婆给我送了一套 500块钱的装备让我去钓一下下 出鱼了 来吧 这个鱼为什么就敲住呢 你看看啊 这个嘴巴敲到脑过了 看上去这些鱼挺大的啊 其实不到六斤 三斤多一点点 咱们就一鱼两吃了 尾巴斩断 脑壳斩断 把鱼鳍修理一下 鱼头鱼尾咱们就煮它 这个鱼中断是精华部位 我们给它对半剖开 给它这样刮刷几刀 打个刮刀 待会儿真的轻 还搞了一个葱煎蛋 好久没吃了啊 把这个葱煎蛋吃起来烹香啊 油热以后我们撒盐 鱼头鱼尾给它下锅煎一煎 汤要炖得久一点 所以说我要先炖鱼 姜片来一点去腥 锅子润好你看到没有 煎鱼就是这个效果 其实只要大家把这个锅子润好 哪怕十几块钱的锅子 也可以做到像这样丝黄啊 不一定非得像我这样 一定要买我这种铜款的锅子 如果非要买铜款的锅子 我就给你们放的厨汤了啊 今天就不挂小房子了 煎香 今天是菜子煎的啊 看看有没有黄 哎呀 白呀 哎呀 焦黄啊 可以可以可以 锅煎臭去香分心 再加煮鱼汤 要想白得快 只有两个点 一个是火大 火大大家解决不了 家里的火就这么大 那么我们就直接加开水 鱼中筋发 调进个盐提前浆啊 你看这个一开锅 这个汤就慢慢白了 再放几多豆腐啊 一起煮的大概煮个八九分钟 这是新鲜的鱼端啊 不需要腌制 直接上面撒上一点点盐 像你多辣椒 直接铺在上面 像我这样给它铺均匀一些 来几粒牛羊豆豉 放点葱姜去腥 这里来了 家里有巨大 一定要给它埋上一桶 蒸锅上去了 掉进去 扣上盖子 大火八分钟 董董的八分钟 你们看看啊 这个汤丝 试一下这啊 哎呀 根据自己的喜好 可以放一点这个大菠菜啊 都可以 去锅前来上这么一点菊油 再搞上点胡椒粉 紫色葱段青椒末放进去 好腰段出开 往砂锅里面一倒 我的天啊 鱼头豆腐汤 拿喽 汤有点多啊 咱们的蒸鱼蛋 OK啦 哎呀 这个葱姜不要 然后这个水非常的鲜 要把它倒掉 淋上一点蒸鱼水油 撒点那个葱花 再用这个月油一拧呢 哎呀 香喷喷喷 剁椒蒸鱼 拿喽 下蛋喽 给它晃一晃 暖一暖 先搞定型 准备见证时刻的气息了 还差一点点 一 二 哎呀 还可以啊 哎呀 就这个蛋蛋 大家觉得煎的能够打几分 要麦相有麦相 要味道有麦相 这个浮与没有浮的凝结点 它是最香的 盘子都小了 葱姜蛋 来喽 本来是还要炒一个青菜的 一看这个都是大分量啊 所以就不炒了 炒多了浪费吃不完 蛋 趁热吃 香啊 好香 好香 没什么味道 每天只能吃这么一碗碗 这个叫翘嘴中断 也叫鱼南 也叫鱼肚子 来看看啊 蒸出来 相当嫩 这块跟吃肥肉一样 简单请你们尝试一下 嗯 香啊 又嫩又鲜又香 慢一下啊 我烤到喉咙 这个烹烹那就好喝了 给你搞一碗 我烤到喉咙了 谢谢 边切边喝 这个鱼中筋发给你